美国大选现在陷入延长赛 那这一次川普大军集结之后呢 究竟会带来什么政治军事的 这一个全球的变化 是外界观察的重点 特别是川普撤换了国防部长艾斯培之后呢 那北京跟台湾事实上 都是一个紧绷的状态 因为会撤换艾斯培 在这个时间点 一定是有所重要的战略跟布局 对 在美国总统大选还没有正式底定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南海跟台海 跟这个整个印太地区 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相对紧绷的一个情势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 这个国务卿蓬佩奥特别出来 他在雷根学院的一场演讲 还特别讲到 那等于说警告北京 强调说这个不要以为 在这个时间点有机可乘 那强调说华府在美国的国安的一个维护上面 绝对不会有空窗期 那同时他也这个警告中国 就是说美国对中的一个强硬的态度 还没有完 那他有谈到就是说 在这个中间这段时间 其实整个他们的国安团队是随时待命 那会持续的有效运作到明年1月 那他当然他在这个中总大选结果 还没有正式底定 他也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看法 那特别他当然有信心 他认为说可以延续到第二个川普任期 但是他也谈到说 也当然有可能 这个会交接给拜登政府 但是这个中间交接的过程 绝对不会有问题 那他也特别还警告中共 说强调中共的 中国的这个一党专政 必定会结束 那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说法 其实再去对比 就是说 这一个在美国明年1月20以前 这是一个观察期 1月21号 到底最后是谁 这个能够这个登上总统宝座 那如果今天真的是这个拜登 这个上位的话 那等于说国际观察家也在观察说 那整个可能这个国际情势 也会不会随之转变 那一位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前 负责台湾的一个官员叫唐恩族 很有名 他过去其实对台湾的情势 是非常了解 那他的解读是认为说 就算是拜登政府上任 他认为整个抗中 这样的一个基本战略 本质是不会变的 那当然因为这个拜登 他的这一个多边主义的一个主张 那他这个强调说 联合盟国这样的策略 可能在印太战略上 形式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基本架构跟本质 还是会需要这一个 整个印太的盟友来共同支持 但是重点是在于说 过去如果说民主党政府 像前一任的欧巴马政府 过去再重返亚洲的政策上面 他认为当时就是因为民主党太重视欧洲 那等于说还有中东的一个战事 那时候并没有从中东撤军 导致没有能力来执行所谓的 这个亚太再平衡的一个战略 所以他认为说未来就算是拜登政府 他在这一个整个亚洲的一个这个战略上面 他必须要有所取舍 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包含说这一个因为过去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政府 在跟欧盟或北约的关系相对比较紧张 那拜登上任之后有可能先把这个欧洲的关系 先把它重新修好 那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导致重欧轻雅 这是这个值得观察的一个地区的一个这个部分 那同时还有就是说 如果在这一个未来的这个两岸政策上面 我们预期拜登基本上当然再差再差 就算是保持战略模糊 其实对于这个台海的情势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嚇阻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除了美国对台军售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自己台湾的部分我们国造的部分看到 这几天又有这个台湾的媒体报道 就是说我们先前这个川普政府 当然同意出售台湾四架的MQ-9B的无人机 那我们自己的由中科运研发的腾云无人机 其实也一直在做测试 那腾云无人机外界最关切 第一个它的外观其实跟MQ-9的确非常像 那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的限制 当然是因为它发动机的问题 发动机限制了它的仇载能力 但是今天这个现在有讯息说 我们从其他的管道获得跟MQ-9同型的 TPE331型的这种发动机之后 整个仇载能力过去如果腾云来讲 我了解的仇载数据大概是400磅左右 那其实是真的不大 那这个如果能够获得TPE331的发动机 基本上可以提高到4000磅等于10倍之上 那外界以前过去认为说 腾云似乎只能做征收用 好像没有像MQ-9这种具备攻击的能力 那当然我们跟美国采论MQ-9B海上卫士 是属于海上征收用 那但是如果今天要有攻击能力 其实关键倒也不在于说腾云无人机 它的仇载能力 其实这个问题我还曾经这个去军方内部了解过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外界都会说 我们跟美国先前不是买了很多地狱火飞弹 的确我们过去因为采购包含像AH-1Z 演技蛇直升机 或者这个阿帕契直升机 那时候大概先先后 前后买了大概超过1000枚的地狱火飞弹 那中间有包含AGM-114这个K型 或者是这个更好的 这个114L型 L型是主动雷达导引可以射后不离 不用用雷达去照射 那有一千枚的这个地狱火飞弹 这个一般民众会认为说 那怎么不拿来给腾云机使用 直接可以挂载 那中间的一个关键问题卡在 就是说美国对于武器出售 他都有一个end user 就最终使用者的限制 就是说今天这个武器 这个飞弹是透过这个伴随的 这个直升机这个出售给你 你就只能在这个直升机上面挂载跟使用 你不能拿去其他的机种 这个混合使用 所以这样这个还有包含像这个 智慧财产安全的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说 地狱火飞弹上面的一个 这个飞弹的发射的系统的界面整合 跟核心软体 基本上我们这个中科云是没有的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说 把地狱火挂在腾云无人机上面 去直接做发射 把它改装成攻击型 那所以现在中科云自己研发 就退而求其次变成说 可能用所谓的2.75寸的火箭弹 先行挂载 那其实2.75寸火箭弹 当然我觉得相对来讲要提升 就让它具备初步的攻击能力 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然它相较于地狱火飞弹来讲 当然这个所谓火箭弹 它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这个寻标器 那它基本上来讲 没有像这个地狱火飞弹这么样的精准 所以但是基本上 如果说未来可以让腾云无人机 先具备初步这样的一个 空对地的一个打击能力 我想当然它譬如说 未来在资源外离岛的一个防卫上面 或者是说反登陆作战上面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注意 那同时还有这一个相关消息说 也不排除未来它在发展进一步说 透过国造的天剑一型飞弹 让这个腾云无人机具备 这个空对空的一个攻击能力 不过这个部分我觉得相对困难 因为今天这个MQ-9的这一个无人机 其实美军过去来讲 我们看到它都是携带地狱火 那最多过去能这个挂4枚 现在今年9月测试 终于让它可以一步提升到 可以挂载8枚 但是对空的一个攻击能力来讲 特别是用于拦截高速战机 当然困难度相对的一个比较高 但它今年9月的时候 其实测试过 用这个MQ-9来挂载 这个一枚AM-9X 这种响尾蛇飞弹 然后顺利击落靶机 那等于说第一次让所谓的无人机 也初步具备对空攻击的能力 但是未来如果腾云无人机要做到 能够对地跟对空 中间一个很关键包含它的火控系统 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跟这个设计 然后配合它的仇宅能力 我觉得未来当然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但总结来讲不管如何 这个未来不管是川普或拜登政府 最后这个下一个任期 那如果说这纵然是拜登政府 其实过去我们观察几十年来的 美国对台军售大概最大的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两岸的军力平衡 那如果两岸军力失衡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党主政的政府 都还是会对台军售 只是形式上可能会不太一样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今天台湾的国造 已经有技术上的突破 台湾拥有同等级的武器的时候 基本上不管哪个政府 他也都还是会出售给你 相同的一个武器项目 换句话说 如果腾云无人机未来具备 一个相对比较 这个强大的对地攻击能力的时候 其实美国有可能在第二阶段 就会出售给台湾MQ-9的 一个攻击型无人机 好我们稍后悔啊